全国多地出现了个人购买商品房,用于专门放置骨灰盒的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 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以及墓地价格的持续攀升,使得许多家庭面临着无法承受的安葬压力。 据报道,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2.978亿,占总人口的21.1%,并且以每年1%以上的速度低增。 随之而来的是对墓地价格的担忧,一些质量一般,地理位置偏远的墓地价格也需要十多万元,且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期限。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庭选择在偏远小区购买商品房,用于安放骨灰盒。 这种现象既体现了个人的无奈,也凸显了中国殡葬行业的亟待改革。 一些小区业主和邻居对这一现象表示不满和担忧,认为住的死人比活人多,并提出了诸多质疑和抗议。 他们对于将商品房用作骨灰盒的行为持谨慎态度,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工序良俗原则,影响了居住环境和社会风气。 然而,对于一些家庭来说,选择在商品房安放骨灰盒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在高昂的目的价格和有限的目的使用权下做出的无奈之举。 他们认为,即便在商品房内安放骨灰盒也是为了尽效尽责,让先人有个安息之所。 这一现象不仅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也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改革殡葬行业,解决目的资源短缺和高昂价格的问题。 针对骨灰房现象引发的社会关注和争议,法律专家和相关人士纷纷发表看法。 他们普遍认为,将商品房用作骨灰房违反了工序良俗原则,影响了居住环境和社会秩序。 北京市律师协会物业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包华指出, 开发商和销售方在销售商品房时,应当如实告知购买者房屋的规划用途, 不得暗示或允诺购买者可以将房屋用作非法用途,否则涉嫌违法行为。 同时,业主私自将房屋变成骨灰房也存在违法风险, 尤其是如果该行为影响了其他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 此外,一些专家指出,我国现行法律对于私自在商品房内安放骨灰盒, 进行祭奠的行为并非完全没有限制殡葬管理条例, 中明确规定了殡葬设施的建设应当遵循严格的规划程序, 而住宅楼通常并不包括在这些规划的殡葬设施类型之内。 因此,业主和开发商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尊重工序良俗,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 针对骨灰房现象引发的社会关注和争议, 法律专家和相关人士纷纷发表看法。 他们普遍认为,将商品房用作骨灰房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 影响了居住环境和社会秩序。 北京市律师协会物业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包华指出, 开发商和销售方在销售商品房时, 应当如实告知购买者房屋的规划用途, 不得暗示或允诺购买者可以将房屋用作非法用途, 否则涉嫌违法行为。 同时,业主私自将房屋变成骨灰房也存在违法风险, 尤其是如果该行为影响了其他业主的正常生活秩序。 此外,一些专家指出, 我国现行法律对于私自在商品房内安放骨灰盒进行祭奠的行为 并非完全没有限制殡葬管理条例, 中明确规定了殡葬设施的建设应当遵循严格的规划程序, 而住宅楼通常并不包括在这些规划的殡葬设施类型之内。 因此,业主和开发商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尊重工序良俗, 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 针对骨灰房现象引发的社会问题, 需要从多个方面加以解决。 首先, 相关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 以明确商品房的规划用途和限制骨灰存放的行为。 其次, 殡葬业的改革也势在必行, 需要放开牌照限制, 推广更新型环保的丧葬模式, 减轻墓地资源的压力, 回应公众的焦虑和经济压力。 同时, 推进公益性公墓建设, 确保墓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避免出现油水问题。 最后, 社会应该加强对生老病死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解决, 提倡人们从根本上解决死有所埋的问题, 以减轻老年人和家庭的安葬压力, 保障生者和逝者的合法权益。 在解决骨灰房问题的过程中, 各方应充分考虑法律法规、 物业管理规定以及社会文化等因素, 并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引导和解决。 只有通过综合施策, 才能有效解决骨灰房现象引发的社会矛盾, 实现法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